Ella参加路纵乘风破浪2023 重出舞台就获得极高评价 至今两次公宴都还担任队长 是大家心目中一定要成团的姐姐之一 而最近她回到老公的家乡马来西亚出席活动 一个开心这什么都剧透了 她说自己已经要进入寺宫 还开玩笑表示 我只要有好好活着应该会走到最后 让现场的粉丝都嗨到不行 不过在提到好姐妹Selina和Hebe时 却又突然忍不住落泪 她们是完全相信我的 而且我们其实在群組里有聊天 然后她们两个就说 她哪里这么棒 你是我们SHA的骄傲 所以我就觉得 就是我很开心 我没有 我没有让她们失望 然后我也有做到 我本来就会做什么事情 其实Ella从参加节目开始 就一直把姐妹们放在心上 不只在出舞台选唱了 SHE的经典歌曲 《恋人未满》 当被节目问到 上一次和30多个女人一起相处 是什么时候 Ella直接回答只有三个 顶多就我们三个 我人生唯一组过的团就是SHE了 此话一出 让不少粉丝都瞬间泪目啊